义工们拿起扫地用具开始整理环境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家户也开始除旧布新 县长许淑华响应国家清洁州 与环保局长李毅书 南投市长张嘉哲带领上百位环境义工 一起到南投灯会会场整理环境 希望将最美的南投呈现在众人眼前 会气扫出去要迎接新的一年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要除旧布新 所以我们国家也把从今天开始 定为我们的国家清洁州 南投县政府我们也希望 不只是响应国家的一个清洁州的活动 也希望把南投在这个礼拜 都定为我们的南投清洁州 尤其今天又是我们南投的灯会正式上场 我们希望能够鼓励一些的民众 除了我们自己在把家中的物品 不需要的清除之外 家中清理好 如果我们也能够一并照顾好 我们在户外的环境 那个是更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的 春节前一周是国家清洁州 由于春节期间大年初一到初四 十三乡镇市的清洁队停收垃圾 环保局也呼吁大家年前清垃圾 过年垃圾减量 共同维护环境整洁 可以开始把家里除旧步行一下 开始打扫一下环境 我们干干净净的过好年 那我们十三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呢 也会在除夕那天加班进行垃圾的收运 会把大家的垃圾都收运完 那但是从大年初一开始 我们大概会停收垃圾四天的时间 到初五才会恢复整体的垃圾清运 所以提醒大家在过年前先把垃圾清出来 我们会加班收运 那过年时间可能就麻烦大家一起来减少垃圾量 南投灯会远近池民 为中部地区最早启动的大型灯会 县长也呼吁乡亲 做好家中清洁工作的同时 也要注意居家周边环境的整理 同时也欢迎乡亲站出来担任社区的环保义工 一起提升南投的生活品质 我相信如果能够让所有的灯会期间 来到南投的民众 看到南投的环境是这么的好 而且是非常的干净的 这也象征我们的城市的整体水准都是不断的提高的 所以感谢南投市工所 还有我们各个社区的志工 那么这次来响应我们的活动 希望我们把我们周遭的环境都能够整理好 平常我们除了要跟大家宣导这个垃圾不落地 我们也要做好一个良好的公民 把自己的垃圾处理好 然后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有机会都到自己的社区来当环保志工 一起来爱护自己的环境 上百位志工与县长一起将南投灯会周边的停车环境整理干净 一起迎接灯会点灯后的参观人潮 环保局也呼吁大家一起动手整理环境 共同维护居家环境品质 记者黄银光南投市采访报道